总体来说,这是一台靠工程底子取胜的产品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强项足够强 弱项也不会影响主要的使用场景 它不是为了多卖接口,不是为了对协议 而是为了把240瓦做成一台能长期使用的电源工具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台HD生能极电240瓦淡化夹电源适配器 给了我不小的冲击 小众品牌却能把XT60口240瓦连拉90分钟 不掉压,纹波干净的离谱 温身控制的就像练过的一样 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盒上印着国外的驱动芯片 一台小厂的第一代产品敢直接堆到这种架构和用料 这么小的体积凭什么能扛住240瓦 XT60接口的输出链是怎么做的 它的主控,开关管,同步整流,散热路径 到底用了哪家的方案 今天我们直接开开逐个点名 看它到底值不值我的这个评价 电源拆解有粗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每一期拆解视频都要说一下 首先就是这根线材 我剪开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用料 先来看看它的横截面 线心是很粗的 再来剥开它的外皮 铝开外面的一层线 很亮的镀锡线的铜丝 我们把它铝在一起 这个用料怎么样 也一样的把它铝紧 用油标尺来量一下它的直径吧 直径可以到1.8毫米 这一边也是一样的 这种线材的用料真的没话说了 而且还是用的镀锡线的铜丝 我们看从这个外壳的缝隙 能不能直接把壳子给它撬开 确实是可以直接把它撬开 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充电器模块 非常厚的铝板做的散热片 交流插头是用了两根红色的硅胶线 连接到内部的主板模块上面 这是底部的壳体 充电稿部分的壳体 底部这一层是用的黄铜片做的散热 全灌胶的工艺 这个胶都是涂满了的 导热胶确实灌得非常扎实 这一面灰色的散热胶 确实是没有干透 取出它的黄铜散热片 绝缘用的隔离麦拉片 淡绿色的导热硅脂贴 咱们先把它取下来 这可是我花了7749个小时 取下来的散热硅胶 全是这种灰色的高分子导热胶 把整个充电器的内部全部都灌满了 同步整流使用的是单独的铝合金进行散热 发热量大的整流桥 它就装在这一个主散热片上面 这个是加厚的主散热片 整个主板有两片PCB构成 输出部分为单独的一块PCB 这个就是主板模块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几元器件的情况 noodle 喜欢这个味道 arriving 我 Luc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实话拆开这台240瓦单化价电源适配机之后 我对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头更加好奇了 它的外观看着非常的低调 但内部的电路架构完全是一台缩小版的桌面电源 前端有完整的输入滤波 后端又堆了一整套高效的主功率级 电路一路被整形提纯再稳压 最终送到XT60和USB这几个接口 整机的电路分区非常清晰 从输入 功率 隔离 整流到后级的输出 每一块都是用的偏工程的电源结构 更让我意外的是 这台设备内部的关键环节 明显都是经过设计推胶的 有些位置甚至只有在服务器电源 工业电源里面才会用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在我们测试片里 能做到240瓦连拉90分钟 不掉压 不虚标 纹波还干净的离谱 它为什么这么稳 为什么能压到这种热表线 接下来我们就按模块 把每一部分的设计思路拆开讲清楚 首先是这台240瓦适配器的 EMI输入滤波电路 作为整机前端的防线 它负责把试电里的干扰拦下 同时把电源自身产生的噪声压住 才能顺利通过安规与EMSC测试 一颗来自东莞 洛伊电子的慢容保险丝 规格是5安250伏 作用是当设备出现异常大电流时 第一时间熔断保护整机 东莞洛伊电子 2018年成立 专注过流保护元件的制造 后面我们能看到两极共模电感 一颗尺寸略小 主要拦截高频干扰 第二颗尺寸更大一圈 负责压住低频段的共模噪声 两颗安规X2薄膜电容 都是来自东莞结尾电子 第一颗0.47微法 第二颗0.56微法 两颗合计超过1微法 这种容量在桌面级电源里非常常见 能有效抑制插磨干扰 东莞结尾2011年成立 专注金属化薄膜电容研发与生产 整流部分采用的是一颗 GPU2506的扁桥 规格为25安600伏 扁桥的优势是 赖压高电流大 对于后面又拉240瓦的整机来说 留足了冗余 整流桥后面就是一组 1微法和1.5微法的薄膜电容 搭配一颗环形滤波电感 组成派形滤波网络 这部分负责进一步平滑整流后的高压指流 让PFC有更干净的输入条件 减少纹波尖锋 提高效率 整个EMI区可以看到一个特点 这是按照桌面电源规格在设计 而不是普通的充电头 双X2电容 大共膜 高规格整流 这是整机稳定的基础 接下来进入主功率部分 这部分架构直接决定了整机的效率 温升和功率密度 深温极电这台240瓦采用的是 PFC加ARLC二合一的架构 也是高端服务器电源常用的电源方案 核心主控是一颗私印GGNHDD的定制芯片 既负责PFC 也负责ARLC 属于高集成度的控制器 这类芯片最大的优势 是粘条方便 能高效 尤其适合高功率小体级产品 在PFC电路前端 两颗R150线流电阻并粘 用于浪涌电流限制 上电瞬间 高压母线电容是空的 为了防止大电流冲击整流桥和MOS 这两个电阻先上场挡一挡 并年的好处是功率承受能力更强 发热更低 可靠性更好 来自深圳英诺赛科的两颗弹化架功率管 型号为700D140C 弹化架的优势就是开关损耗低 工作频率高 让240瓦这体积 还能做到不怎么发烫 深圳英诺赛科2015年成立 致力于第三代半导体硅机弹化架研发 PFC旁路使用了两颗RS3M快恢复二极管并联 而PFC整流部分采用了深圳梅普森半导体的 MSM06065G1碳化硅二极管 碳化硅的反向恢复可以几乎忽略 非常适合高压高速应用 梅普森2014年成立 专注硅与碳化硅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 高压母线绿波油5颗33微法420伏的电解组成 总共165微法来自深圳创徽电子 这类大容量主阵列能让PFC输出更加稳定 深圳创徽电子2008年成立 主营各种电解极固台电容 LLC携震网络采用的是一颗东莞结尾电子出品的 0.039微法630伏薄膜电容做携震电容 这颗迷你小型化电感器为携震电感 外加两颗英诺塞科的700D190B做LLC携震开关 LLC拓扑是典型的高效率拓扑 配合氮化夹可以显著降低开关损耗 主变压器初级引脚4个 次级引脚也是4个两两并连输出 这种加速设计是为了给XD60的20伏12A高电流输出做准备的 整个主功率部分它的风格非常明显 全套的氮化夹碳化硅加大容量母线 就是奔着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去的 这也完全对应咱们实测里AC-DC94%的效率 240瓦烤机只有70摄氏度的表现 进入次级的隔离区 这里主要是负责把变压器的高频能量整流成低压直流 同时维持安全与稳定调节 首先能看到非常夸张的Y电容阵列 来自四川特瑞翔的1500批法 2200批法 4700批法 各两颗 两两串联 多组Y电容的作用是建立多频段共模造成一支网络 同时串联提高耐压和安全冗余 也正是这一套配置让咱们前面测到 XD60DC可文波只有50欧幅 四川特瑞翔科技2014年成立 国内被动元器件行业领先企业 隔离反馈 用了一颗易光电子EL1018光偶 旁边一颗431基准芯片配合这个光偶使用 易光电子来自台湾 成立于1983年 是全球光偶和LED大厂 同步整流部分 使用了深圳茂瑞新的MK1620 这个芯片专门为LLC双通道同步整流设计 能有效降低二极管整流的损耗 显著提升效率 茂瑞新2015年成立 主营各种电源控制器 及同步整流IC 茂瑞新的同步整流控制器 驱动两颗NMOS 来自深圳星空原电子 型号为AGM6035F 两颗并连做高电流整流 让XD60的DC口输出12A更稳定 深圳星空原电子2015年成立 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研发与销售 输出滤波部分 用了1000微法两颗 820微法一颗 都是固态电容 总容量2800微法 同时配合一颗插模电感 可以有效滤足开关纹波 XD60DC输出口满载纹波能做到50MV 这套LC组合是起到关键作用的 最后就是两颗R2005电流采样电阻 用于XD60DC口的电流检测 过流保护及功率分配 这部分的总体风格是 同步整流做满 滤波堆满 电流检测做足 典型的工业电源级配置 接下来是USB输出部分 虽然这台240W的核心是XD60 但USB部分同样做得很规整 属于独立降压电路 两个充电口共用一颗来自 深圳天德玉科技的协议芯片 型号6628 一颗芯片控双口的好处是体积小 调度统一 但兼容性的话 比不上多协议独立方案 深圳天德玉科技2010年成立 专注于移动智能终端领域芯片的研发和设计 两个充电口配备一颗ESD保护 来自深圳高特半导体的GESD5B244JDO 负责浪勇吸收 深圳高特半导体成立于2012年 专注限度保护类器件 C口降压控制 采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的SC8002 上海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 是一家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 搭配两颗深圳星空源 AGM405APE 半桥MOS 实现从20幅母线降压到可调VBUS的功能 EKKO使用西安托尔威的T2283QE 芯片内部集成上下MOS 适合18W降压输出 托尔威电子2007年成立 专注高性能模拟及数目混合芯片 很关键的一点 两路Bug的输入共用一颗220V法固带电容 两个充电口又各自加了一颗固带输出 C口220V法 EKKO100V法 也就是说C口和A口是独立闭环 不互相牵扯 咱们测试里看到的多口不断连 PPS也稳定 就是这一套结构的功劳 这里一颗R2005 这边一颗R2005 两颗采样电阻 用于USB两口的过流控制 与功率分配监测 整体来看 USB输出不是主力 但是它按照两个独立降压系统设计的 难怪咱们实测 C口100WPPS 曲线干净 掉压轻微 兼容稳定 拆到这里 我们来把整个240瓦弹化加适配器的电路优趣点 做一个完整的评价 还是那句话 咱们从工程角度说话 看得见的说 看不见的 不拆 不吹 不黑 先说优点 第一个优点 就是它整体的架构 非常的成熟 非常正 很多小品牌做高瓦数快中 都是围绕着USB协议 往下面堆 一层一层的堆MOS 堆固件 但是这一台完全反着走 是工业电源的根底 再加上扩展接口 从AC输入滤波 到完整的PFC 再到ALC的主功率 再到同步整流 与大容量输出母线 这条链路是工业电源 服务器电源常用的路线 更强调稳定性 更强调噪声控制 更强调连续功率 而不是协议堆调 第二个优点 是器件的选行很激进 甚至可以说是超规格 主功率部分 全套的淡化夹加碳化硅 高压侧的淡化夹 把开关损耗压下去 整流侧的碳化硅 把反向恢复干掉 变压环节 再用高频磁键提升功率密度 这种组合在240瓦里 是能打敢打 也愿意打的配置 第三个优点 是输出干净度做得非常狠 多组串联外电容 大容量的固态电容 加上插膜电感 这不是常见的快松打法 是工业电源那一套 外电容做多档位 是为了过滤不同频段的 供膜噪声 固态电容做大水池 是为了让高电流下依然平顺 插膜电感 是为了把开关纹波 彻底的压干净 第四个优点是散热结构 明显经过深度推敲 正面两块加厚的铝板 一块压整流桥 一块压同步整流 淡化加和碳化硅 热量不怎么高 背面则是配一个铜板 应付一下 模块之间全部灌胶 导热固定位移 防震一次性解决 以上就是优点 下面来说两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个不足就是壳底的结构强度偏弱 240瓦 这种功率段 主流的做法是 超声波焊接 多层加强筋 加加厚的PC阻燃料 如果不切割的话 基本是打不开的 而这一台试飞器 用撬棒撬几下就开了 结构强度和整体的稳固性 确实不如大厂 功率越高 对外壳一体性 安全性越敏感 这一点未来值得加强 第二点是包装上提到的国外驱动芯片 但是实拆没有完全对应 主板上面这一颗PFC加ALRC二合一主控芯片 封装风格确实很像 恩质朴 英飞林 德州仪器 那类大厂的高压主控封装 但是芯片的私印是定制的 没有公开资料 没有具体型号 我们拆解者 也无法确定它的真实来源 我们也不做猜测 也不做断言 只是如实说明 封装向大厂 型号是定制 资料查不到 总体来说 这是一台靠工程底子取胜的产品 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 强项足够强 弱项也不会影响主要的使用场景 它不是为了多卖接口 不是为了堆协议 而是为了把240瓦 做成一台能长期使用的电源工具 测也测了 拆也拆了 我们最后给个总结 测试片的时候 这台240瓦的适配器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稳 功率稳 温身稳 文波也是稳 连续输出 干脆利落 当时我就很纳闷 一个新创公司的产品 怎么敢把功率放得这么满 拆开之后 这个疑问基本上就解开了 它的思路并不是把快充做到240瓦 是非常的明确在做一条AC到DC的完整高功率电源电路 不是那种手机快充的玩法 而是工业电源 小型电源站的路线 这种路线决定了它的几个底层特性 连续功率不是能拉 而是准备让你长拉 输出不是能用 而是要让你觉得干净 接口不是有几个 而是哪一个才是主角 XT60输出在测试里面表现的那么稳 为什么 拆开后你会发现 它从架构到滤波 所有的关键资源 都是围绕着这一条20幅母线优先保证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快充头的行为 是小型工业电源系统的行为 而USB两个口 为什么表现合格 但不算惊艳 因为它在整机的定位 很明显只是附带模块 不抢系 不抢资源 这是拆解后才能真正读懂的工程取舍 这台240瓦适配器适合谁 很简单 如果你是为了给手机找个万能快充 这不是最佳答案 如果你为了找一台 小体积高功率稳输出的直流电源 那这台适配器 它是真的有实力 它的个性非常显明 架构稳 气件强 输出干净 散热靠谱 如果你的设备 工位 工作流 正好需要稳定的大电流直流输出 这台机器 值得你亲自试一次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会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迷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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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